需要的,全部寫到那邊去,全部寫入到資料庫,第一件事我先確定一件事,就是資料庫裡面的東西 我先把裡面的東西先清掉,假設我今天全部刪掉 按右鍵這邊有刪住記錄,假設現在是空的,裡面是空的 我要把eSale裡面所有東西都倒到這邊來 如果全部可以一起過來的話,那表示沒有問題了 剛剛單筆可以了,如果多筆全部一起的話,一樣啟動 這個時候不用輸入,你就全部匯 全部匯過去呢,它的寫法,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全部匯過去的寫法,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單筆延伸出去就對了 剛剛單筆的部分的話,就是 有沒有 就先知道最下面一筆 然後把呼叫 因為這個指的是哪一列的 哪一欄 那我們除了可以寫那個 ABCD之外,你也可以寫1234 因為藍它的寫法有兩種,一種是給數字 一種是給那個 你的藍的名稱,那你這個地方可以彈性 如果你覺得123456應該比那個寫ABC來得快的話,那你就打123456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從第1藍到第6藍的意思 甚至你這邊 不過跑個回圈也是可以啦,只是說 這簡單就簡單處理啦 看得懂就OK了 那最後有個 訊息告訴我們新增成功 那如果說全部的話 實際上有沒有 就是怎麼樣呢 多一個就是 For i 等於第2列 有沒有 因為我要把什麼呢 這個資料有沒有 這個資料從第幾列呢 從第2列 一直到第12列 那所以我現在就 這一筆寫完換下一筆 換下一筆 換下一筆 一直幫我寫過去 那我怎麼做呢 For i 等於 第2列 到哪一列呢 假設我用b1 或a1都可以啦 游標放這個地方 Ctrl向下 去抓到 最下面的 一列是哪一列 所以我知道 最下面一列是第12列 所以範圍就是 第2列一直到第12列 這個邏輯 我想我們用很多了 然後呢 再來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要 先把第2列 寫過去 所以什麼 Core 這個剛剛一樣 Core 利用ADO新增資料 刮弧 就是把 這6個 寫到資料 對不對 那寫過去之後的話 剛剛是一筆嘛 那如果你用跑一個回圈的話 NAS 就會跳到上面 會怎麼樣 第2 然後再來就是 第3 第3這個數字 不就變3了 那意思就是 第3列的資料 再寫過去 第4第5第6 有沒有一直到哪裡 第12 全部寫過去了 那如果全部寫過去 假設你要清除的話 你在自己寫個清除的程式 寫個清除的程式很簡單嘛 你養種方法 你可以跑回圈 從頭到尾清 或者是說你可以 在這邊 寫一個什麼 賄賂成功之後 再刪掉 刪掉的話 你可以用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Range Range 刮弧 然後哪個範圍 我們從 A2 對不對 A2一直到哪裡 A2一直到F多少 F的12 對不對 然後 刮 後刮 後刮 然後 這個雙引號 然後點 點ClearContent Clear的意思是 清除全部 ClearContent 是指的是 清除全部 跑完之後 這邊的資料 就會被清掉 OK 不過 確保說 你等一下資料清除之後 不見的話 你可以再複製一個 建立一個副本 放在他的後面好了 按確定 不然的話 等一下怕你清掉之後 沒資料 又要再去找 OK 我們來試一下 不過順便講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會想說 老實 可是以後不一定 你如果ClearContent 如果有你的12列的話 那如果將來13列14列怎麼辦 那13列14列清不到 所以有個方法 不要用12 這個我們在 好像入門的課程裡面有提到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 這個有沒有 12的部分 你可以用串的 就是說 這個後面12 你可以用and 然後呢 串一個什麼 串它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 活的 也就是以後 不一定到f多少 反正我覺得f 的 最下面一列 那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就保證 一定會清乾淨 你今天即便是13列 14列 15列 不管你幾列 就可以清除了 OK 所以清除 如果清除資料的話 就一行 Range 從A2 A2一定是固定的 F欄也是固定的 對 所以這個是固定就不用改了 那最下面一列不知道 沒關係你可以把這上面這個 一樣的方法 拉下來 然後後面加一個 ClearContents ClearContents 就是清除內 OK 這個好像在入門課程裡面也有提到過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們跑跑看 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建議設個中斷點 啟用一下 全部匯入 跑到這裡 OK 然後確定一下 第2列到第12列 來 往下跑 Core一次 有沒有 Core一次你會發現 它就跑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Excute沒問題 跳回來 Nest之後 2就變3了 第3列 一樣在Core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就一直Core Core它 它就丟第3列的資料給它 他幫它怎樣 寫進去了 有沒有 以此類推 那全部寫完之後的話 這邊設個中斷點 按F5 跳到這邊 這個地方全部寫完了 等於是 2到12列的資料 寫到資料庫 跳一個什麼呢 匯入資料成功的訊息 並且把資料清空 清空怎麼清空 A2到F的最下面列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清空了 OK 所以 如果你要做到類似 像我剛剛我講的 就是說 你今天的工作 最後你再按 你不要隨便按 按了完蛋了 過去的 就沒有 那別人說你自己資料 就贏到資料庫了 OK 那我們把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已經清空 對不對 那 我剛剛已經把資料庫裡面的資料清空了 這個時候如果打開來 應該就會看到 我們要的這些資料 已經被轉移到 資料庫裡面去了 也就是說 今天你跟其他同事 假如說有10個人 你下班以前 如果你們通通都做這件事情的話 這10個人的 資料 就會全部整合到那邊去了 那以後的話 去哪邊找呢 去資料庫找就好了 所以大家的都在這裡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做整個 因為 這種需求好像很大 很多 很多公司 他目前好像最大的問題 就是Excel如何跟 資料庫整合的這一段 比較會有問題 那當然也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 有些人可能講說 老師我只要Excel就夠用的話 那 這段老師可以 備而不用 也許將來 哪一天會用到 也說不一定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全部匯入 全部匯入 那這個地方的程式嗎 我在雲端上 好像沒有 所以等一下我再把它貼到雲端上 雲端上面我看一下 好像我雲端上面這邊 是全部匯入這邊 少一行 所以這邊這一行的話 等一下自己可以把它補上 全部刪除資料的部分 不過這個地方要善用 你在刪除的時候要最好先 備份一下 不然你刪完就沒有了 OK 畫面先 如何 把 Excel裡面的 所有的資料 全部匯到 SS那邊去 全部匯到資料庫 那就是可以把剛剛的單筆變成多筆 這樣就完成了 OK 這個是一個 有點像一個 飯本套餐 反正將來 如果你遇到 會有 我剛剛講的這種 這種需求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 我剛剛講的方法 其實就很快可以完成 那至於你要做一些修改 其實都不會有問題 比如說你的路徑不見得一定要是在同一個目錄底下 你也可以指向 絕對路徑也可以 C疊底下的my document 你也可以換一個 C疊底下的my document 然後再找到 那個裡面去 去開啟 也不會有問題 或者是說 網路上的方鈴 網方也OK 所以你用網方的部分 也可以達到共用的目的 不過目前用網方 好像是比較好的方案 即使說 可能一個leader 那那個leader 就建一個database 那以後的話 就請大家去寫 就寫到那個leader的那台電腦的 那個database裡面去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寫字案應該是不成問題 喔 谢谢大家